為何人叫我余 Sir 因為我真的在學校做老師 做了十幾年 不做老師的時候 就入了Honda合群 當時是1989年 賣Honda的時候 都是Honda的鮮立 Formula 1最風光的時間 所以根本就是Honda 不優賣的 跟著Acura過來 帶着NS6 我又跟著過Acura 去買NS6 直至1992年 我才離開合群 買這輛車的原因 當年1999年 一說出S1000 是Honda最貴 最漂亮 最有意思的車 所以我第一時間 第一個落地 當年為何這輛車這麼好 就是一開棚 第二 VTEC 馬力是最高的Honda 四個缸的車 這個Raiso CC 馬力 我想一直保持了很久才讓人有Turbo車 不是Turbo車的情形 這輛車的比例 一直都高距沒有人打破 直至到最近才有N.A.車 可以打破馬力 以及引停容積的比例 二十多年之後 現在為何又喜歡這輛車 因為一往而生 這輛車能保養得整輛新車一樣 所以對它的忠心 都沒有改變 只是適當的時間才能夠享受一下 不會每天當腳去操勞 大家好 我叫Dennis 這輛車是1999年的航貨S2000 AP1 我2004年擁有這輛車 當時是8000公里 我開了16年 將它由AP1改為AP2的時響 接著是抵擔 尾瓦 有一點補強的方便的車 一直玩到現在都玩得很開心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 很好的練武的工具 所以大家喜歡開車的人一定喜歡它 大家好 我是C朗 可能大家會覺得S2000 我看到女生不適合駕駛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它也是挺駕駛駛的 有時我會駕駛去買菜 接拍仔 又或者開逢自己自騙一下 都可以的 其實挺好駕駛的 大家好 我是Alex 我擁有了一輛S1000 16、17年 S1000是一輛很特別的車 亦都幫我認識不同朋友 而且它也算陪伴了我 經歷人生不同階段 從年輕到現在 即是見證著我的轉變 所以跟它也建立了一個 很深厚的聯繫 所以我想我會長期保持 即使以外國去外國移民 我都會帶上街市 先跟我一起走 一直保持著跟它在一起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lomon 旁邊這輛就是我的S1000AP1 喜歡這輛車的原因 就因為它很駕駛 本身是喜歡開篷的 但最後就有這輛 硬頂的機緣盒之下 找到這一輛 所以覺得包圍很漂亮 所以買了它 這套包圍是日本Spoon廠出品 這套包圍的Aerodynamic也很好 所以就犧牲少少 沒有得開篷 這輛車也是非常好駕駛的 我叫Dowson 我駕駛了S2000四年 喜歡S2000 因為我小時候 跟家人看車 已經被它著迷了 但我看到它 想不想就馬上買回它 有新之年 最想擁有這輛車 其實最主要是外形吸引我的 但我看到它 又新正 好像超跑的樣子 但又低調 我覺得很適合我自己的性格 是沒有什麼 叫Dowson 的 C C